不少女性会因私密处的味道而寻求医师协助 医师说 其实目前并没有一种完全针对私密处异味去除的手术 现阶段都还在研发 若是想去除异味可以先从异下着手 因为有的人他的这些味道不仅止于来自于异下 或者多汗不值仅止于来自于异下 那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来自于像五线的这些位置 或是像私密处的这些位置有的人会这样的味道 基本上因为这些位置其实他们都是属于顶僵线 跟异下的顶僵线他们只是长在不同的地方 特化成不同的组织 其实他们都是同源的组织 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有看到一些case 它是这些地方它都有味道 那这地方都有味道的人 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是用这种手术的方式 去做治疗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飞侵入室的这个微波的目前的发展的这些探头 它的深度深浅度它都只适用在异下 它不可以用在其他的部位 因为深浅度不对的话 就会破坏到你不该破坏到的组织 造成更大的伤害 目前来讲当然现在他们有在研发 但它在属于研究阶段 所以目前来讲这些位置如果有类似的问题的话 建议是用手术的方式去做治疗